好的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敦煌路旁邊 我是剛剛才從乘德橋 才下乘德橋 但是看到前面有個紅燈 右轉燈又亮起了 所以我就直接右轉進入敦煌路 就不要在乘德橋上面等紅綠燈 有的時候騎腳踏車就是會這樣子 盡量能夠轉就轉 能夠盡量節省時間 不等紅綠燈就是拚拚看 那我現在要往大龍街方向去走 等等我就上線 現在是4點35分 今天一樣就是把第一街這個燙獎 把它拿到我就下線 因為我這個禮拜二的時候 我跑了21趟 所以今天就不用跑到20趟 今天跑19趟 今天跑19趟就搞定了 所以那 這什麼鬼女神醬油 這麼酷 呵呵呵 這名字感覺很猛 好啦 那我今天反正就是跑這個19趟 那我就可以準備下線 因為今天竟然也是要充當獎 所以那也是這個 充這個 這個 充這個 短打戰術 短打戰術 原則上來說就是 專門充短單 專門充短單 今天就試試看 能不能2.5公里以下才接 呵呵呵 之前都是3公里以下接嘛 現在拼拼看有沒有2.5公里以下才接 這樣拼拼看 玩玩看 接不到的話還是認命 還是要接一下3公里以內的單 這樣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準備上線 好啦 已經上線了 現在要進這個大王街夜市 這樣 好 OK 那我現在就慢慢的往這個 老地方前進 這樣子 不過 最近我的新的老地方呢 是這個 明泉溪路 呵呵呵 明天西部上面的麥當勞 是我的新的老地方 因為我每次呢 就是 經過那邊的時候 就會被麥當勞的單 拉過去 這樣 最近啊 很長啦 不是每一次 好啦 廢話不多說 好啦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 這個 中華路 往西門町的方向走 我要去收2單 這樣子 那我現在已經跑17趟 我現在是8點07 也就是說 我呢 還剩這兩單 因為其實我上一次 禮拜二 其實我有多跑一趟 所以我今天跑19趟 就打標了 所以我這兩 這兩單 現在要去收的這兩單 就是我最後的 最後兩單 啊 心情非常的輕鬆啊 今天晚上又很涼快 跑得很舒服 而且輕鬆愜意 因為我狂聚單 呵呵呵 好的 各位朋友 我現在呢 新門町的兩張單 我已經取到了 那這兩單呢 算是回家單 喔 真的非常非常的幸運 喔 Uber East公會呢 這兩單呢 讓我送到 我名全西路去 哈哈哈哈 哈哈 呵呵 剛好算 剛好我就送完 我就直接回士林了 哇真的是回家單 哇真的超酷的 哭到一個破表 太幸運了 太幸運 啊我現在我就可以 就深深的 啊這個 啊 騎去這個 明全西路 然後呢 送完 騎回家 爽歪歪 呵呵 好各位朋友 哇 我現在在梁州街 喔 這裡風超級大 啊 我已經下線了 因為我 我已經完成我今天的這個 趟次獎勵 我也拿到第一階了 今天跑十九趟 那今天的金額不錯 因為今天我有 挑單 挑比較大 所以我有挑一些 就是 金額比較漂亮的單 我想說 反正今天也不是下雨 那也 不可能會有什麼 加 那個疊二疊三的這種單 喔唷 喔唷 呵呵 沒關係 那我想說 也 也不會有什麼疊單 那我就 一張一張的挑 所以剛剛有一些單 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那我就直接舉掉 譬如說 喔 4公里 48塊 喔 5公里 51塊 喔 大概是這種很莫名其妙的 這種金額 數字 那我就直接放棄它這樣 喔 真的是 金額 慘不忍睹 喔 那 那 那我的這個金額 被大幅度的 拉伸 其中有幾單喔 就是 金額真的很漂亮 譬如說 我在那個 北車那邊 這個 接到了一單 喔 是這個 三公里多 喔 沒有沒有 兩公里多 180多塊錢 這單是一直被狂拒 被拒得亂七八糟 那可能今天喔 就是 大家就是跟我一樣嘛 找找的 這個燙獎 拿到就下線了 再來是看到台北車站了 就直接把它去單了 因為 其實平常大家 我跑台北車站 要是機車帳號的話 確實不太容易啦 不像我腳踏車 就直接騎進去了 這樣 那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每種不同交通工具 都有它的優缺點了 這樣子 好 那我今天 就跑這邊 已經結束了 我要去吃東西 我今天喔 中午喔 因為我在忙 所以我一直吃一碗泡麵 出門的時候 餓到破表 餓到現在 我受不了 好啦 那明天就 明天禮拜五就繼續啦 明天禮拜五 我們要來開獎 看看我的這個 周末的這個燙獎 有沒有降標 這樣 降燙次數量啦 好啦 明天繼續 我們要來開獎 一售 都是